一整碟的罚单收据到底有多长 从头到尾拉开整整超过500公分 这些收据是新北中和一位许先生的痛苦经验分享 他的朋友替他拉开罚单也大呼不可思议 许先生表示去年忙想说趁着验车之际 再把银角税金和过路费搅轻 万万没想到ETC未缴过路费补缴之外 还有未缴费按日通行计算的罚还300元 算一算去年234笔 加上强制执行费用 还有一张罚单总金额80200元 以前都去iPhone后来就想说验车缴 验车就一次缴 结果没想到罚那么多 许先生说走国道南来北往 未装ETC直接超商缴费 先前缴费正常去年没缴误以为补缴就好 验车时收到上百笔的罚还 虽然想说是自己疏忽的问题 却也觉得政府实在是太抢钱了 你如果说以前的过路费 我们要买然后给你那没差 你现在给我们方便 那你方便就方便到底 我们一次缴验车每年都要缴 一次缴给你字纳金没关系 你一笔罚300 像我这种一年都没有去缴的 200多笔 你就200多笔又要罚200多笔的乘以300 一整年未缴过路费罚还的收据 200多笔长到可以当披肩 朋友的搞笑点出许先生的经验 实在太惨痛 许先生乖乖缴纳之外 也想以自身经验提醒用路人 国道通行费除了补缴之外 还有罚还300元的问题 别因忙碌贪图方便 而让荷包大失血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